正如视频封面主题一样 这钞票值两万令吉 难以置信 真的值这样的价钱吗 目前的网络普及化之下 每个人一击在手 随时都可以在网络里查到任何资料 这的确对大家带来了不少的方便 虽然如此网络中的信息有些是不实 甚至是带着欺骗的目的 同样的钞币界里一样面对着这样欺骗的问题 看看这买卖帖子 这卖家可能不懂得辨认错体超 因此他认为这错体超就是可以卖两万令吉 但懂得错体超的收藏者一看这样的错体超 就认为这只是一个笑话而已 但那些不懂的人就当这两万令吉 就是目前的市场价 这集视频就让我来解释为何这是一个笑话吧 想提高业绩可以找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搞好设计和宣传 我们有提供专业的商标设计 动画 FB贴图 视频剪辑的服务 记住 一定要联系我们哟 先声明我没讲这个买卖帖子是骗人 我尊重每个卖家对自己的物品喊价 他可以喊他喜欢的价钱 那是他的事 我们觉得贵 就别买 但如果他对自己的物品不了解 而误导买价 那就不应该 对吗 为何我讲这两万令吉的错体超是一个笑话 市场上我们可能会看到这类的错体超票在出售 没有荧光条纹的十令吉 还有这五十令吉超票了 而这些卖家都称这些少了荧光防伪线条的超票是错体超 由于有位网友询问关于这超票可以托拍卖公司拍卖吗 还问了可以拍什么价钱 结果我回答他 这是人为的错题 哪里可以拍卖 他甚至提供了这Courcel的买卖帖子来证明他的依据是对 我只能回复他 你可以询问那卖家甚至可以卖给他 没必要找我呀 或者询问任何的拍卖会也可以 在多年的收购超币中 我时常遇上这类的卖家 不懂自己的超币 但却认为自己的超币特别值钱 他们这样认为都是听朋友说值钱 或者是依据网上的某某平台的售价 还是100%相信目前最夯的TikTok视频 就如这位CC汉网友讲的 如果这样好价 我们这些小小的收藏者都是百万富翁 然而你们找不到那些所谓 讲到很之前的不真实买家后 就来找我这个小猫来发泄 不是发泄 是询问 好心啦 我这里一共发了大约600个超币视频 也告诉大家什么超币是值钱 甚至在视频中也告诉你 市场中的售价和如何鉴定真伪 而你不找那些视频来看 先确认你的钱币真伪或者值钱 以高高在上的姿态 来指示我如何处理你收藏品 甚至还信誓旦旦会给我用金 一旦藏品卖了 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藏品的真伪或值钱 就贸贸然要找拍卖公司帮忙 或者要卖几万令吉 这不是笑话 那是什么呀 笑话讲完了 现在来看看罕价两万的十令吉钞票 其实这没有防伪荧光线的钞票 是人为错题 而且只要是收藏者都知道 甚至有些朋友懂得如何把这防伪荧光线拿掉 所以别发梦了 我们就来讲这钞票的荧光防伪的来历吧 这节地签名的第十一代的十令吉在早期两千年发行时 这十令吉钞票是没有防伪荧光线的 但在2004年 国家银行为了增加防伪而加了这荧光线 而现在市场上我们看到就是这样没有荧光的错题钞 这样的错题钞基本上不成立 因为根据印刷顺序 是钞票纸张先贴上荧光线 之后才印刷其他的部分 你可以从这有荧光线的钞票看到 那数字一和红色花纹是印上去这荧光线 来 我们来看看这错题钞 为何就没有那数字一和红色花纹呢 如果真的是错题 我们至少也要有一 对吗 所以只要没有了一 我们就可以断定这荧光线是被破坏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这真正没有荧光线的错题钞票 你可能会说这是之前正常的2000年没有荧光线版吧 但没事 我这里有2000年版的钞票 可以比较 比较了之后 你觉得有分别吗 这是我在脸书看到其中之一不错的帖子 在帖子里 这帖主说这没有荧光线的钞票是经过了泡水 以及用烫豆来取下的 他甚至把这些人为错题放在UV灯下拍照分享 也拍了那些正常的钞票给大家做比较 很明显的这些错题钞都有泡过水的痕迹 终于讲完这10令吉人为错题了 视频也该结尾了 这50令吉我就不讲了 再见 中研 专业些 不要自己画上去就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并 中文字幕 李宗盛